一直以來可能女性的聲音或是角色 在社會裡面比較會被框架住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一開始的初衷為了女性而見 就有一個一百多年的歷程這樣 他們反而在那個時候就是 默默地做著他們可以做的事 想要呈現出一種低調勞動的美感 由他們的個人經歷 轉譯成一個食物的樣貌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新住民的女力 其實也慢慢在台灣這塊土地發酵然後發生 之所以會被稱為BUG 就是它需要被解決 隨著時間 隨著認知 隨著社會風氣 文化 我們有沒有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去呈現這個結果 突破這個框架 讓美學可以深入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做出你內在靈魂的形狀 我也希望大家在體驗過各種 無感的交融之後 可以忘記性別是一種限制 不想要被定義在某一個角色裡面 呈現最自然的自己 喜歡自己正在做的 或者是正在生活著的每一件事情 那東西會讓我覺得很美 希望大家可以進行屬於自己的探索創造 能把美好的力量再次投入世界 創造下一個全新的美麗年代 我們一起去再次郎